今天的第一题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 今天整个疫情的一个新的发展 当然还是有一些悬念没有解决 因为所谓的基因定序 要政治定序先 才能够决定它要不要公布 或是多早多晚公布 那么既然这个疫情烧起来 大家对于疫苗的期待就更加殷切了 所以今天第二章 我们好好的来谈一下疫苗问题 打第一剂高端的没有反应 还有两岁娃沦为白老鼠 打绿斑在洗脑中 家里面有两岁的宝贝 两岁的金孙 你会舍得送去打高端吗 我先跟大家讲 第二剂到此刻为止还打不到 75岁以上的长者的覆盖率 也只有1%点多 你会不会很生气 熊熊的怒火刷出来 我们要抗议蔡政府 这个部分实在是太让大家不能接受了 这个网红四叉猫 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去打了高端 然后他很好奇 8月23号接种15天之后 他就跑去自费去验了一下 赫然发现他确实有产生抗体 但是数值偏低 我们看到他的检验结果是35.4 一般来讲 小于50的话叫negative 等于没什么用 大家只有35.4 那这个部分 说实话 消息一出来之后 这个网络上就炸锅了 天哪 但是有很多网友 蛮有幽默感的说 至少证明高端 不是生理食盐水了 还有人说 明天开始塔律班会向你进攻 祝你平安 思察猫你小心点 还有人说 不是蔡英文亲自催见 效果必定不佳 我看到还有人讲说 思察猫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的话我会来不及处理高端的股票 就果然高端的股票就开始应声下跌 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白天的时候 不管是李秉宁 不管是陈时中 你知道那秀咪咪咪 对于高端呵护的那个 像是阿公对待金孙一样 呵护的这个言语又出来了 陈时中告诉大家 没有反应的很多 有什么稀奇 我以前打B肝疫苗也没有反应 李秉宁说 只打一剂来验抗体 这根本没有意义 这是个人的体质没有抗体 你不能够怪疫苗 综合分析抗体 也不是一般的检验单位可以做的 然后高端说任何疫苗 都是在打完两剂之后 再去测抗体才会拉高 如果只打完第一剂 就说抗体不够 实在是言之过早 这是我们官方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 但是我们看到赵浩康 另外一个角度他就说 所以打高端第一剂有没有用呢 卫福部高端都没有说清楚 非常的不诚实不道德 如果打完第一剂 你不能够确认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在卫教单里面 要告诉大家 在仿单里面说清楚 但是没有啊 然后你看到打第一剂 AZ可以产生多少综合抗体 写得很清楚 5到47倍 莫德纳多少呢 10到69倍 人家都写清楚了 明显的都比高端多 所以理事长你怎么看 高端自己承认嘛 他的保护效期不明 陈思忠也说他不知道 因为没有做三期 确实是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跑去验 验出了一个让大家惊呆的结果 对于官方的说法 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抗体本身 它是不能够代表 任何有没有保护力的 因为这个抗 我们人这个保护力的话 是个很大的大象 抗体只能摸到它的尾巴 或者摸到它的大腿 它不能代表整个大象 所以它整个是个瞎子摸象 所以它不能够代表 这个整个的免疫反应 但是它这个临床试验告诉我们 它的抗体应该要很高的 是啊 结果出来一个很低的话 对啊 当初不是就说很高很漂亮吗 数据 所以说它现在出来很低的话 我的解释只能说 它打到了劣质品 就是18%里面 它打到那个82% 就这么回事 这样子啊 对嘛 这个是质量的问题 你应该跟它的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不一样 那就是质量 对啊 就叫它再去补打 就这么回事 如果它那么爱高端啊 补打一剂 但这样几率不高 你知道82%都是劣质品 你这样要打好多次 可能才会打到那个 从几率学的角度来看 对不对 它那个比你 几率就是很高啊 那劣质品82% 有那个良品才是 良率才是18% 18%嘛 所以82%都是劣质嘛 所以打到劣质的几率非常高啊 非常高吧 所以它叫大家打到高端的 都要去测一测 看你是劣质还是良品 那我们的总统要不去测一下 你觉得呢 你觉得总统会打到 利品还是良品 总统应该是良品啊 他可以不用测了 是不是 所以净品这确实让大家惊呆了 他不厌没事 一厌厌出这个结果 其实当初因为他没有做三期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一直说他的中和 这个什么效价很高啊 等等之类 公布的数据很惊人很不错啊 那像理事长讲的嘛 你就算是这个验完抗体之后 也不见得表示 他真的能够上场作战了 但是连抗体都这么低 你怎么说呢 这也太差了吧 对今天赵道昌先生会质疑的 就是说看了这个刘宇 就四叉帽打的这个数字啊 他会说同样都是 背背都是第一季 那你为什么打AZ 可以产生5-47倍 然后打这个莫德纳 可以有10-69倍 差异那么大 那四叉帽他也是自我解 自我解嘲说 哎呀一般都说 可能那个数字要50以上 才比较有效 他只有30几啊 那当然 绿营今天看到这个是几乎炸锅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立委啊 名嘴啊 甚至动员这些什么专家学者 来帮高端背书 真的是护航护到现在 被人家开始把那个数字摊开来 他还要说什么 但是你看陈世忠说 他说我以前打B肝也没有反应嘛 李秉宇说不能怪疫苗 那是怎样 要怪四叉帽自己哦 你自己体质有问题啊 对不对 你体质有问题啊 所以李秉宇就这个意思吗 对那你还是那个当初你们主要的让这个高端能够顺顺利利上来 然后EUA授权给他 用了各种的方式跟管道就是帮他 那就算了 那今天人家只是讲说 哎我打了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你现在讲说啊 跟疫苗没有关系 是跟难道跟每一个民众当身体才有关系吗 但我问一下李市长哦 那四叉猫说他打完第二他还要再去验啦 那假设他打完第二剂之后呢 他抗体就拉高了就表示OK了吗 对付Alpha病毒Delta病毒是OK了吗 表示抗体OK 没有办法说他对抗Alpha或DeltaOK哦 也没有嘛对不对 对那我来解释一下那个 陈志忠他为什么说打的必干疫苗没有 我们到一个全国接种的疫苗来讲的话 这个疫苗啊 因为他的冷链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全国接种的疫苗必须要上山下海 那上山下海就要靠台电配合 台电有没有停电啊 或者你拿那个拿那个什么那个盒子去装的时候 有没有中间会有失温那个表现 所以他自然的耗损率就15% 好那还有像陈志忠这样子不反应的人 打下去以后明明是有他就是不反应 这个就是死硬派他就不反应的嘛 跟他打到石头里面一样 那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他也有15% 所以一个顶尖的疫苗全国接种的疫苗 最好的反应率70% 那加上这个高端他的裂品率又很高 那这个又更难讲了不是70啊更高 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来算的 好那么那我讲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没有做三期嘛 也就是说我不管打第一剂打第二剂 我验出来的结果到底有多少 但就能够证实哦 这个疫苗是能够带我们上这个病毒战场的吗 就能够抵抗吗 也未必嘛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做三期啊 他不能绝对不能 因为三期才能代表保护力 二期只能代表抗体的效价 我刚才讲过抗体就是摸到大腿摸到尾巴 他不是摸到整支项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够代表三期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他要做三期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免疫牵涉的非常广 抗体只是其中之一 更何况他的抗体是个用味精加味的抗体 那个根本就是 所以为什么这种的疫苗 我们一定要叫他做三期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的连你的抗体我都不能相信 你还要把他拿去跟免疫桥接去桥他一下 那这个就是真正是桥了 他不是接我跟你讲 只有桥没有接 对这样大家听懂了 是不是惊呆了 所以我们打疫苗是干嘛 我们打疫苗是为了保护自己 是为了要防范病毒嘛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做三期 你就算产生了这么多抗体 也不见得能够证实你真的能够保护自己 能够抵抗病毒 是不是这个意思 确实嘛 更何况所谓的 李市长每次他的比喻都很生动 大家听得懂 所谓的加了很多的佐迹 加了很多的胃精 因此他的抗体就算是很高 数字很漂亮 也不代表他真的在病毒的战场上 他是能够保护你的 然后呢这样的这个疫苗 今天这位注意哦 茂盛医院副院长简嘉裕 大家记得他说什么呢 蛋白质疫苗的国产高端相对安全 而且没有副作用 应该加速人体试验 加速人体试验OK啊 然后呢让两岁以上的幼儿打高端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李市长你怎么看呢 两岁以上幼儿 这个这样子 我们这个很多的疫苗 其实小孩子都不能打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因应这个疫情 在小学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幼儿园里面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束手无策 因为没有疫苗可以打 那其实这个疫苗啊 不管哪一个疫苗 它都是个全民疫苗 所以每个人都要可以打 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定出 哪个年龄层可以打 哪个年龄层不能可以打 完全是三期临床试验 三期临床试验 它做了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 这个有的年龄层是多少多少 然后它的数目 它到它统计的时候 这个数目够不够 有没有效 它就可以定出那个年龄层 所以人家有做三期的 只不过两岁以上 它的那个数目不够 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给采纳了 没有被联合国给采纳了 那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我们的高端什么都没做 你叫他去搞这个东西干什么 整支无聊的钥匙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要两岁以下去打 两岁以上去打 其实政府可以紧急授权的 没有问题 虽然它的适应证没有过 但是政府给我 为了扑灭这个疫情 我紧急给投语这个疫苗 政府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这个做的时候 你也要找有些有寻证的来去做嘛 那个寻证 人家只是寻证 不是没有寻证 是寻证不足 资料不全 那这个都是以后可以补作的 并不是不能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如果在两岁以上要打 可以很简单 你去打那个 WHO合格的认证那个疫苗 那就对了 但你会舍得家里面的金孙去打高端吗 当然不会啊 还好我没有那个金孙 我没有这样子的金孙 我是金孙爱孙 所以这个竞评怎么看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出来之后 网友也是炸了锅 大家就说你家小孩先去打打看 还有人说出事你负责吗 是不是啊 两岁幼儿以上打高端 真的是让大家惊呆了 大家看一下 打高端的不良反应 8月24号8例 8月25号18例 我们要看死亡的 8月24号1例死亡 8月25号3例 9月7号2例 9月8号又公布了1例 到此刻为止呢 打完高端后死亡 是不是致死 有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不知道 必须要进一步解剖消炎 但是打高端之后死亡的 不良案例 已经有10例死亡的 不良反应有246例 这个数字写在这里 这是指挥中心的数字 很重要 指挥中心的官方数字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陆军后勤司令部 大家都讲我们的阿兵哥很可能 香蕉滞销去吃香蕉 凤梨滞销去吃凤梨 然后呢高端滞销 现在要去打高端的概念 那陆军后勤司令部呢 就做了这个卫教单 要给那些阿兵哥们看 对不对 你打疫苗前总要稍微比较一下 有没有 AZ这都清楚都写 AZ保护率打勾 BNT保护率打勾 莫德纳打勾 高端也打勾 这勾是谁勾下去的不知道 反正他高端也打勾 高端应该很感谢他 因为人家高端都说 保护效率我不知道 陈时中也说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陆军知道 所以我们的陆军知道 很多高端的机密 高端自己不知道他知道 他保护效率给他打勾 然后不良反应让大家惊呆了 AZ他又很诚实写 吉利死亡什么不良反应 都有写 莫德纳等等 都有写他们的研究数据官方的 高端写没有 他的不良反应 他没有不良反应 所以这是陆军司令部 大家注意 陆军司令部写的 这让大家惊呆了 立委温玉霞看到之后 觉得卫教宣传严重误导 不应该技巧性的推销高端 我觉得这不只是误导 这是扯谎 陆军后勤司令部怎么回应 这个是在8月24号制作的 疫苗卫教单 他没有否认 确实是陆军陆情部 自己制作的 没有否认 那这么瞎的内容 哪来的呢 参卓指挥中心的公开资讯 后面这就不重要了 当然要尊重官兵的意愿 登记施打 我跟下这个线上的网友讲 如果你们的子弟兵 有被强迫施打的 拜托一定要跟我们说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够允许 但他说参卓指挥中心的公开资讯 这也很瞎 连指挥中心都不敢讲 这个也是来自指挥中心的数据 不良反应 这个是不是字吗 还是怎样 静平 我以前长期跑军事新闻 我觉得这就是军方的态度 他的那个时间序列 还跟不上那个 现在的 他当做很多的官兵 其实休假都不会去滑手机 他的这个可能他把那个项目 高端没有保护力 当成高端没有这个不良反应 然后直接就写上去了 那个差很多 没有保护力跟没有不良反应 差很多了 那种选项 不管怎么样 陆军下也承认他的错误 军方也说 因为这是8月24号做了 开玩笑 今天是9月9号了 那8月24号到9月9号 中间隔了超过两个礼拜了 你的资讯都不会update吗 我们的陆军情资原来是这样 这样怎么保护台湾 我们还有军情局 各军总部各单位都有这个 连三 连四这些作战情报的 你这个资讯都不懂的话 还不知道去跟上指挥中心 那你提供给你官兵 是正确的讯息吗 不要把这个当成这个 这个卫教当成一般举光原地 只是做这个样子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蛮严重的 因为像这个东西 像保护力啊 你说像这个死亡的数字 也许8月24号还没出来 但这个保护力 这高端都有记者会 他自己的访单上 自己就写笑其不明啊 对不对 指挥中心也有讲 你觉得这个是 只是我们的陆军 接收资讯的能力比较差 还是刻意误导或是严重一点 他根本在扯谎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军人 因为是要服从为天子嘛 然后服从长官 所以有时候有的东西啊 意外高端实战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在军方来 军方人很老实都会讲实话 他没有办法去帮这个 有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东西 或产品去背书或去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像这些政客一样 他就只好遇盖弥彰啊 那今天遇盖弥彰 往往凸显他自己的好笑 就很容易被人家讲 我要先回应一下那个 刚刚那个简佳玉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这个之前啊 号召六十个在总统大选期间 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候 六十个跟他一起 志同道合的这个医界的这个医师啊 就要组成 当时他我印象中他最有名句话 就是蔡英文当选总统 台湾就一定会独立啦 台湾就会独立建国 天啊 蔡英文当了五年耶 我们还是要中华民国啊 台湾没有叫台湾共和国啊 我就是要用这句话来挑战他 蔡英文当这么久的总统 还没有实现你那个简佳玉 简医师 简副院长你说的台独啊 所以他连政治上的语言 都可以讲这个好像的林宵伟 那现在讲两岁以上的幼儿 我自己也有两岁以上的幼儿 我ok啊 你先打 你先让你的精神 让你的这个亲戚 你家族中的这种很小很小的晚辈 打打看然后再公布结果 让大家参考看看参照一下嘛 所以一连串的从一届 要讲出这些 让大家听得非常诧异的话 到军方要做出这些 让大家觉得很瞎的重做 然后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要让这些好像外面 其实在质疑很多人 大家民众 为什么其实最近碰到越来越多人 他说我不想等高端了 本来他们之前有选高端 BNT来了 又开始AD 莫德纳又开始go 说我不要选高端 我不打高端 我本来问了好几个 本来都要打高端的 他们现在要去打BNT 打莫德纳打AZ都有 为什么 那你们现在强 之前不断的在8月下旬 这段时间强迫推销高端嘛 人民没得选择嘛 疫苗不够不足嘛 那现在你们用这种方式怕高端 我觉得国军蛮可怜 我们上次讲过 要吃香蕉 要吃凤梨 什么都滞销 都要国军来处理 现在没有人要打的疫苗 也是官兵要去 那为了强化官兵的 对这个高端的认知 与信心 还要讲说没有不良反应 没有什么什么状况 当他们不会看新闻吗 当他们没有亲朋好友 没有跟社会联络 我们常讲军人生活好像 会跟外界脱节 但是这个事情 可千万不能脱节啊 当官兵没有接受到 正确的讯息跟反应的时候 一旦打了出事 那谁来负责 军方负责吗 还是军方甩锅给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 是啊 更何况我们的社会 如果有这么多隐性传播链的话 打一个没什么保护力的疫苗 未来你想想看 以军中的环境来讲 会有多严重 我问一下介大使 之前很多年轻人冲着高端 觉得至少比较安全 保护力差点没关系 至少是安全 我们去打 但现在我们看到 高端的累积开打 高端是最慢开打的 他的累积的死亡人数 也已经到10例 有没有关系 此刻不敢讲 当然必须要这个解剖 但是他有个特点 就是说 他这个死亡 以这个AZ 还有莫德纳来比较的话 他的年龄算是最轻的 我们看到这个 之前的两例 9月7号公布的这两例 35岁跟42岁 那其他打莫德纳死亡的 AZ死亡的 都是七八十岁以上 我们知道 最开始打的是AZ 所以85岁以上的老人等等 但本身状况 就不太稳定 但是去打高端的年龄 都很轻 三四十岁 所以死亡的这些年龄都很轻 消息一公布 再加上今天这个四叉猫 两个消息加在一起 不得了 既然高端股价 一下子又暴跌了 这个4.2% 两天之内爆出了三死 又说抗体数据低 你怎么看待这个高端 到此刻为止 真的 我们的政府就去打 我今天听到一个朋友在讲 他说他很想知道 除了这个蔡英文总统 还有赖信德副总统之外 我们的八部二会的最高首长 到底打的是什么厂牌 应不应该公布一下 他不敢公布 我觉得这个 现在就有死了实力 然后不良反应这么高 而且年龄偏低的话 我觉得要一般负责任的国政府的话 老早先停打 那么然后要找出原因 那个死亡的这个病例 要做非常精密 精准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 这个医学的研究跟报告 那这个现在都没有 这个不但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还有这种政治医生 我觉得这个 这个简家育副院长 还叫两岁的孩子也都去打 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晓得 如果从国外的角度上来看 是不是台湾这个社会 真的是已经完全没有科学了 完全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 然后这一些国军 我们都当过国军的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 我们愿意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们不会为一个政党 不会为一个供私人产的疫苗 来自把自己的生命 就这么轻易的放去冒险 所以如果说陆军司令部 做了一个这样的这个书面的这个 这个说明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陆军司令 以及陆军司令部的各级主管 应该率先带队去打高端 因为他们讲高端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对不对 那你就率先去打高端 那现在四叉猫这个做出来是实证 科学讲实证 它的抗体就这么低 那你今天蔡英文政府很简单 就公布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他两个人打过高端以后 他目前的抗体是什么 你就来公布嘛 这些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验证的事情 然后可以 你既然讲安全你就自己去做 那我觉得国军目前这个做法真的 以前我们在军队都觉得 都说你要对士兵好 你上面做长官的要士兵好 而不是叫士兵去做牺牲的事情 真的你们要认为今天高端 是这么好的疫苗的话 然后再做宣导 还写在做成卡片这样子 到处宣导的话 那我真的要请陆军司令 我不知道现在司令是哪一位 那么他率他的一级主管 现在明天就玩起袖子 先去打高端 如果他自己不打的话 那就请他把宣传的卡片收回 然后摘到自己嘴巴里面把它吃掉 因为现在这些 我觉得整个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政府部门 应该是以专业 以科学 以良心 在处理他的日常事务的这些人 现在都已经被民进党真的都带坏 所以不行步的回答 我真的觉得也蛮瞎的 因为打疫苗这件事情 疫情真的是很重要 对我们的这个国军官兵也很重要 但是漫不经心的 我就告诉你 我8月24号做的 怎样 就是资讯有落差 所以表示录情部完全漫不经心 要不然你就是刻意的 刻意的伪造 刻意的变造资讯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法律的责任 要不然你就是待乎职守 我觉得就只有这两个 还有第三种吗 我刚看到一些这个网友的留言 网友非常的愤怒 大家就说 我们的政府害死了一波老人家 现在要换婴儿下手 2岁以下婴儿下手 还有这个网友说 军中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军中看不到中天 只看得到塔律班的绿色新闻 所以才会傻傻去打高端 还有人很愤怒 阿兵哥的命不是命吗 我们来回修一下网友意见 我问大家陆军的卫教单扯谎 隐瞒高端的不良反应 你怎么看呢 这个什么绿巨人 强迫国军打 他们不要打的高端 这样你们还能够光明正大 要求他们帮国家打仗吗 很可恶 国军说没有强迫 是不是 只是我告诉你 他没有不良反应 他的保护效力好棒棒 还有这个林昭 在军中就是要服从 不打高端 会不会禁止休假 或是要占卫兵 很多人都讲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好 再来还有这个Lawrence 都不怕打了之后 战力只剩一半 对不对 还有这个Mei Hong 没有保护力有副作用 还有守美 打了有问题 就说你有慢性病 对还有人讲 最近不是从幼儿园 开始破口吗 很多人说 按照陈时中的逻辑 就是幼儿松懈了 你们这些幼儿松懈了 到外面去啪啪噪 那另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联雅 因为联雅的EUA 没有过嘛 所以联雅不断 刚开始批评政府 后来去道歉 现在不断的不断 希望想翻身 联雅董事长王长毅说 根据WHO公布的第三季数据 联雅测到的综合抗体 现在是4018 综合抗体的立价4018 不但高于BNT2119 还远远高于高端的1416 如果记下这个综合抗体 增加的倍率 联雅的第三季跟第二季相比是37.2 BNT是4.3倍 高端只有1.7倍 他希望的是要召回二期的受试者打第三季 理事长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段谈话 大家看到很多很多数据 当然一般人恐怕没有办法消化 但他也特别提到了高端 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事实上何美香也在帮联雅讲话 觉得说 当然联雅高端都没有做第三期 所以高端好不好 没有做第三期你不知道 联雅有没有保护效力 没有做第三期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为什么就让高端过 不让联雅过 平平都是没有做第三期 那么何美香也提出一个看法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疫苗 他认为 台湾应该要全面重返三级警戒 停止大量的人群群聚还有移动 而且让50岁以上的长者 尽快打第二剂 很重要 开放第一剂打AZ的长者 赶快打第二剂的BNT 不能够寄望 年轻人打了疫苗之后 可以全面的预防Delta的流行 他讲到了一个混打的概念 我们到现在混打 只开放了少数人 医护一到三类等等 二类也可以混打 但是其他都不开放 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BNT进来 你觉得呢 是不是 第一个就是关于联雅 你觉得何美香讲联雅的事情 对不对 联雅可不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看他公布的数据 比高端好那么多 甚至也比BNT好那么多 另外我们现在政府 为什么不开放高龄长者的混打呢 首先联雅那个事情 联雅那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他打第三剂 基本上是非常合理的 这是个好事 因为这类疫苗 在理论上应该要打三剂 主要就是他抗体反应比较差 那联雅他本身 他就是没有加上很好的左剂 那个左剂其实是味精 他觉得味精加不好 所以他看起来上面的数字 其实是很差 很差的 但是很差我刚才讲过 高你不能代表保护力 你差也不能代表没有保护力 所以我这个是帮联雅讲话 联雅可能这还有可为 那尤其是他做了三剂以后 如果三剂打出来抗体是很好的话 那这个可能是代表他的效果会很好 没有错 所以这个打了三剂以后 再去做临床试验 基本上用三剂去做临床试验的话 可能对联雅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要么就是做救援投手 就是我对高端那个齐学 就当救援投手 就是说我们来追加AZ 如果追加AZ的话 效果是不错的话 他能够跟莫德纳去比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方向 所以要救联雅的话 应该从这两个方向去走 打三剂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救援投手来去看 这个是个办法 其实混打的部分 我的意思说混打BNT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方式 包括第一批打AZ的一些长者 75岁以上 现在都等不到第二剂的疫苗 混打BNT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不赶快开放 政府到底在纠结什么 他不开放的原因就是 他不开放2剂的意思了 混打你要有2剂的基础 他才会去开放 他就是不愿意开放 所以他没有开放混打 其实混打的话 如果对于我们有风险族群的人的话 他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为了防止DELTA病毒的话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策略 没有错 这个也是算在2剂里面的一个成分 所以说我们国家 应该要先把1剂给打完 打的时候 但是同步要进行高风险族群的2剂接种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来讲 他的混打的部分 有行政依据的 应该要早点提放 这两个是可以齐头逼近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单线进行 只有一到三类可以齐头逼近 因为他的那个疫苗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而且我跟你讲 这种打2剂3剂 其实只有今年有用 过了明年其实要的 我们其实是2代疫苗 不是2剂疫苗 这个不一样 差一个字差很多 那2代2代疫苗的话 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 已经有在采购了 就是我们那个莫德纳疫苗 3600万剂 有2000万剂 是在明年要进来的 那个是只要打1剂 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的是 是一个针对Delta的2代疫苗 而不是说只有2剂疫苗 或3剂疫苗 这些2剂疫苗 3剂疫苗 都是因为没有2代疫苗的情况下 它的救急方案 那这个救急也只是救今年而已 如果过了今年以后 基本上就已经缺乏了这个救急的功能 那我顺便问一下理事长 这个2代疫苗 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没有有没有 这个会有效吗 那个可能要三代了 那要三代了 那要三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2代3代疫苗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必须要有一个阴阴的措施在 你看我们的流感 每年都在变 那如果你按着他这个 这个疫苗的审核的速度来看的话 没有一个疫苗过得了啊 一年就变一个嘛 对啊 那他是怎么办呢 世界卫生组织 他在审厂 他厂 这个厂被他审过了以后 他每年就丢个病毒进去 你就救出来 等于是每个厂 那个机器的意思 对 所以这种机制 要在以后的2代3代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 必须要定出个规范 全世界的规范 如果他这个2代疫苗 3代疫苗 又走现在这个1代疫苗 这样子的做法 要那么折腾那么长的时间 又要不要过EUA 要不要过常规的那个授权 那这个我们人类怎么受得了啊 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也要加把劲 要把这个东西弄好才可以 好 所以听理事长这样讲 我们台湾永远看不到 人家的车尾灯 对不对 已经2代3代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一剂都还打得哩哩啦啦 不是我们不愿意打 是因为就是没有疫苗 一剂都还可以 询了一剂都还可以 一剂都还可以